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耶稣又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 说 朋友 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捅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 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词迫切的执求 就避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 凡祈求的就得走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 凡给他石头呢 求鱼 凡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 凡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鬼出去了 哑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 内中却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王 比西普赶鬼 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凡一家自相纷争 就必败落 若撒旦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因为你们说 我是靠着别西普赶鬼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 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壮士披挂整齐 看守自己的住宅 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 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 又分了他的脏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乌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 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 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我爱你太的和儒养 你的有福了 耶稣说 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开讲说 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怎样为尼尼为人 成了神迹 人子也要照样 为这世代的人 成了神迹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 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哪 在这里 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为人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为人 听了约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哪 在这里 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 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 使近来的人得见亮光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所以 你要醒察 恐怕你里头的光 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无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 照亮你 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同他吃饭 耶稣就进去作息 这法利赛人 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 便诧异 主对他说 如今你们法利赛人 洗净背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 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无知的人 造外面的 不也造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与你们 就都洁净了 你们法利赛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云香 并各样菜书 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神的事 反倒不行了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赛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 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 在街市上 问你们的安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 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 并不知道 立法师中 有一个回答耶稣说 父子 你这样说 也把我们糟蹋了 耶稣说 你们律法师 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 男单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 却不肯动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 先知的坟墓 那先知 正是你们的 祖宗所杀的 可见你们 祖宗所做的事 你们又证明 又喜欢 因为他们杀了 先知 你们修造 先知的坟墓 所以神用 智慧曾说 我要拆遣 先知和使徒 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 他们要杀害 有的 他们要逼迫 使创世以来 所流中 先知血的罪 都要问在 这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从 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在 坛和殿中间 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要问在 这世代的人身上 你们律法师 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 夺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士和法利赛人 就极力地催逼他 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话柄 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